我们来看看消化道的组织构造 就是你把消化道 不论是胃 食道 小肠 大肠 做横切 它们有类似的组织阶层 最里面的那一层 最里面 最内侧 叫做黏膜层 你会发现这个黏膜层到处都是 所有中空器官 面对里面的空间的表面 都叫黏膜层 鼻腔有鼻黏膜 口腔有口腔黏膜 泌尿生殖道里面也是黏膜 像你的尿道黏膜 阴道黏膜 都是黏膜 是黏膜什么了不起的 它就是我们之前在学动物组织的 上皮组织 在体表表面的有角质层称为皮肤 在内表面没有角质层的叫黏膜层 是的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黏膜层 但我们今天专门只讲消化道的黏膜层 消化道的黏膜层 里面当然有上皮组织 最外面有上皮组织 那上皮组织的形态 看你的器官有不同 等一下会慢慢讲 然后再往里面总是疏松解力组织 就是富含细胞兼质的 疏松解力组织 然后里面其实有黏膜层 这个我很快跟大家讲 黏膜层在高中是不讲肌肉的 但事实上黏膜层面有两个 很薄很薄的平滑肌 构成的可以让黏膜层收缩的构长 所以肠子内面是可以收缩的 黏膜层可以收缩 但它的收缩能力没有很强 因为它就有两层很薄的平滑肌 这个平滑肌叫做黏膜肌层 您只取得真好 在黏膜层中的平滑肌 黏膜肌层 这个我打个问号 这个高中课本是没有 是我补充说明的 黏膜层最里面 黏膜层在往外走 叫黏膜下层 它是一群致逆不规则的结育组织 来作为两层组织的填充 黏膜层下面叫黏膜下层 黏膜下层再往下 叫肌肉层或叫肌外层 这个肌肉指的是平滑肌 这个平滑肌就很厚了 我整个胃的蠕动 小肠跟大肠的蠕动 都靠肌肉层或叫肌外层 主要是平滑肌过程 但是有个例外 你的食道前三分之一是骨骼肌 后三分之一是平滑肌 中间三分之一是部分骨骼肌 慢慢转变成部分平滑肌 再做转化 为什么你的食道上半部是骨骼肌呢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 因为你要用意识来做吞咽 你要讲话发声 你要吞咽 意识要控制 所以是骨骼肌 一旦你的食物到了 食道的中间 接下来你意识就不能控制了 完全靠反射 所以不知道各位在国中时 有些国中老师会请 调皮的男同学示范 来同学 你愿意来做表演 我就请你喝饮料 喝汽水 老师我要做什么表演 倒立 然后汽水给他喝 倒立喝汽水 竟然可以喝到胃里面 不会喷出 他就开始讲解 同学们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平滑肌 会反射性的蠕动收缩 那个过程叫蠕动 会把食物往前推 推到你的胃里 就算你能倒立了 重力方向完全相反 仍然可以把食物 而且是液态的汽水 推到胃里面 通常国中老师会这么说 是因为一定会有国中男生愿意 我倒个例就可以有汽水 后当然要 但其实很危险 不小心呛到怎么办 对 老师就希望 这些调皮捣蛋的小朋友 呛一下 让你下来 好啦 反正就是给大家开玩笑 国中会比较有这样的示范 就证明了 我们的平滑肌是可以滤动的 好啦 那除了前三分之一 直到是骨骼肌 后面全是不能意识控制的平滑肌 分为内跟外两层 但我这边又补充了 除了胃 胃有内跟外还有中间 那其中内层呢 叫做环形的 叫做环形走向 就是圈圈 叫环肌 那外层是重肌 是直直走的 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的消化道是把它看成一个管子 这个肌肉是环状的 它如果收缩的时候 是不是会变缩小 不让你的这个消化道内口变小 但如果是重肌呢 收缩时会让你变短 那外面是重肌 里面是环肌 外重内环 除了胃以外 因为胃还有多了第三层 是螺旋肌 所以胃的蠕动 比其他的消化道更复杂 因为胃并不是完全管状的 胃是带子形状的 所以它的结构会复杂 里面仍然是环肌 最外面仍然是重肌 但中间多了一个螺旋肌 就是介于环肌跟重肌 脚节还有点歪歪的 是螺旋状的 这样子 这是我的补充说明 我们来回来看这个示意图 你的身上的消化道横切 大概都长这样子 最里面这一层叫黏膜层 其实黏膜层最下面 有一些很薄很薄的肌肉了 这个只有两层 叫做两层的黏膜肌层 这是我的补充 它其实在很多时候会发挥作用 但是我们高中都没有教 黏膜层下面叫黏膜下层 黏膜下层是比较致密的结育组织 做连接 再来是肌肉层 肌肉层就叫肌外层 因为它位于外面 其中里面的是黏膜 所以你看这里面 这肌肉怎么看起来是这样一圈的 因为这个是横切 横切切起来绕成一圈 就是黏膜 那为什么外面的是看起来 一圈圈一圈的这个样子呢 因为它是重肌 当你横切的时候 它就看到一个圆圈圈 所以重肌在横切时 会看到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 好内围黏肌 内围黏肌外围重肌 好最外面的就叫姜摩层 姜摩层也是结地组织 也是结地组织 它的功能就是包在你的脏气的最外面 来保护你的脏气 它也是结地组织 丰富的纤维来保护你 好以上我们就把你的消化道 横切后 最里面到最外面 依序分为四层 黏膜层 黏膜下层 肌肉层跟姜摩层 好以上这是我们对于消化道 从内到外 它的各层的介绍 其中我们今天重点会放在黏膜层 因为它里面包含了腺体 腺体在这 这是腺体哦 它会分泌物质出来哦 腺体都在黏膜层 所以这四层当中 我们之后还会遇到的是 黏膜层跟肌肉层 肌肉层要收缩蠕动 让食物被推进或被搅拌 混合均匀的搅拌 这我们等一下都会介绍 好以上我们对于消化道的组织层次 从内到外分为四层 就简介到这 我们来看几个图核 这是stomach 是胃 最里面这个mucosa就是黏膜层 哇好大黏膜层哦 好这个submucosa就是黏膜下层 再来这里看到 muscle什么鬼的 这就是肌肉层 那为什么前面的文字叫肌外层呢 因为它的原名就是肌外层 它其实相对于黏膜层 下面有黏膜基层的外面的大层肌肉 所以它后面有出现这个字 就是外面的意思 所以有些教科书翻译成肌外层 是来自于原文的 这是胃的横切 好那这一样是胃的部分 这间就是黏膜层 这是黏膜下层 然后下面就是肌肉的肌肉在下面 我画清楚一点 画不对 黏膜层到这里 下面是黏膜下层 然后下面是肌肉层 肌肉层没有 在画面的外面所以看不清楚 好以上我们就把这个消化道 以胃为例子 它的横切 个程为各位介绍 感谢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